在我们生活周遭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树木 每一个人对这些树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甚至也会随着时代或者是环境背景的改变 而有了不同的想法 这样的状况也反映在我们现行的造林政策上面 有人就认为造林就是应该要保护山林 防止土石流或者是气候灾害 也有人认为造林就是要提供木材的来源 但是政府的政策方向会引导人们朝着不同的目标前进 究竟现行的造林政策有哪一些问题呢 政府期待人们造出什么样的森林 玉玉苍苍的森林是台湾岛最深远动人的原乡 在气候变迁灾害平常的今天 一片森林就仿佛是土地的保护伞 为了增加森林面积 98年度政府花费24亿在台湾各地造林 这么大的工程有没有让我们更接近绿色家园的梦想 加队的梦想 9月1日 飞加森林 他正在海岸上 梦想 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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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水 这里是苗栗县内申请奖励辅导造林的私人造林地 土地上的草被清掉 原本的树也不见了 随时造林地 这幅景象却像是土地上的绿意都消失了一样 现阶段国人普遍的想法认为造林是一件好事 造林可以减少土石流 可以减少土石崩塌 可是我们在苗栗县看到的这种造林状况 却是把原有的树砍掉 然后喷杀草剂 让其他的植物都死掉 那甚至部分的树还用放火烧 比手臂还细的小苗 和若大的树头形成对比 环保团体之一 造林不是应该把没有树的地方变成森林吗 既然已经有树 何必要在造林 变成砍大树种小树呢 本来应该是树丝啦 测掉 后来种 同样它又种树丝 还是种旁边的树档 但是我们看 其实这个土地上面 天然下种的相思树苗 很多很多啊 或者这个树丝相 这应该不是天然下种的 根本 这整片看起来都大部分 九成的树档 都是天然下种 何必要有人来去种 生死 还是去种家当的 为什么要辛苦来整地种苗 我就是用树药 没有树药 树药才会生长 我们找到了 申请造林的林农汤先生 带我们了解 这片土地的原貌 原来这块农牧用地 已经荒废多年 对林农来说 能够重启利用 掌力辅导造林 是最大推手 人家就说 你现在好休息了 你种那种吃得对 对吗 有这个空地 我们的树药地 我们种事要管理 老人家 老人家要把我们做 没办法 你说政府 他就是这样保障 我们出港来做 这样 就是有这个政策 你来整理你的 对啊 我不知道跟你说 有整理到没有整理 看这样差别多少 根据目前奖励辅导造林办法的规定 造林地上的树苗 必须平均分布生长 也就是在一个范围里 要有一定的苗木数量 另外树苗必须是政府合可的造林树种才能够记录造林成效 让你造林 他就是你20年来都要照顾 没来照顾 他就看到你说 不够长颜 或是说 他也没有保抖 他也说你真正 不过你 你如果不照顾起来 你真正 你还会这样 所以说 我们就是要照顾20年 这就像我 你还要照顾20年 就会漂亮 不可以说得很好 他说要七十张 十张要多七张 通过相关审核后 每公寻土地在20年内 一共可以领取60万元的奖励金 不过环保团体指出 为了要符合平均分布 又一定要是造林树种的条件 在作业上 林农通常会先整地 让规定的小苗可以整齐的生长 也因此会有砍掉非造林树种的行为 为了去保护人工种的小苗 能够活着 其他不是人工种的植物 他都要让它死掉 对 那我们可以想象 那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地表的覆盖程度会很差 因为只有小苗活着 其他的植物都没办法活 那对水鹿保值 也是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来到苗栗县内 另外一批人申请奖励辅导造林的土地 同样也是因为造林才来准地 所以是因为政府的造林的那个捧住了之后 我们才会想要把这个荒地 重新开垢就对了 对啊对啊 才有那个经费啊 没有没有那个经费啊 整地大部分就用工人 工人来整地 用工人啊 用工人先砍 砍了那个草给它弄回堆 放火烧这样 但是因为要整地 还没办法就砍掉 然后才慢慢帮我修掉 那样 究竟是不是因为规定的关系 让同样的生命有差别的待遇 领务局表示 办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砍原本的树 不过在计算成效时会有执行的困难 规定里面是绝对没有明文规定 一定要把就是原生的例目呢 一定要把它移除才能参加 因为我们还是在整个生态的 或者是整个身体的经营观点方面 我们还是需要说那些有期望 而且是我们讲迪照里面的数种里面呢 讲迪照里面这种规定的数种呢 能够适度的保留 但是这个在技术上 可能还有一点点就是需要克服的 也就是说面积的计算 我不能说你没有种的地方 我也就是备用要算给你 奖励辅导造林实施的原意 是要在农牧用地 林业用地 水源地带 陡峻裸露地 或类似的敏感趣味 鼓励人民增加森林资源 发挥国土保安的效果 不过在苗栗县的情况 显然不是如此 这砍掉很明显 我们看地表全部都裸露 那我们会担心 雨一来的话 这些土石就会往下冲 那对我们水土保值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些农牧用地 虽然符合奖励辅导造林办法 不过长久以来 居民就没有期待 地上的树木做保安之用 树木支撑的反而是卖杂木卫生的经济形态 以前就是要靠这个小石家成山 在成华 小石家如果大县 要来做火团 算你就是 装農 装寒吉 装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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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后又大县 没有那些才没做 才没做 不才没做 没做 一段时间 你如果手又大县 同样就是 又压着来 开始睡 有一些年轻的已经有回来 那我们也是要灌输他一个观念 今天不是砍一砍卖一卖就好 今天是你要怎么砍 砍了之后你要怎么去造林 然后造什么好的林 那这样子以后为你后代子孙才更好 砍了又重 重了又砍 如此的循环依然完全符合规定 因为他是山坡地保育区的农牧用地 那他们当初老百姓为了生火 他农牧用地他本来他时间到他就可以砍了 他不一定他不用受到森林法的申请 就是林产入华彩的规则 要跟我们跳向县市政府这边来提出申请 他不用 他就可以直接砍 那砍了之后 他查了造林 符合 另外奖励辅导造林补助金只发放20年 20年后这些小苗长成了大树 就有可能被砍去做经济利用 它就是设定说像这样的树预计是在20年30年后 是要砍伐的 所以他造林的方式跟这种就是考虑将来还是这种所谓砍树再重树 重树再砍树的这种经济 林木的这种经营方式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这个奖励奖励就没有就是说不能砍伐 还是要这个因为毕竟是人工的东西 而且是可以循环实用的还是要经济利用的 在这样的经济形态里 奖励造林的角色变成是奖励拓肯皇帝 又提供免费树苗 整齐的造林地被当作是生产树木的工厂 但是要厚植森林资源的目标是否已经被遗忘了 不只是奖励辅导造林 对林木经济的期待 也反映在国内其他的造林政策上 这几个里头本来这个都是砍 电波的进入花莲瑞穗林道 国有林班地里 可以看到成片的柳山林 当初造林的原因就是为了供应我们需要的木材资源 而如今砍树的原因同样是经济的理由 根据林木局的公告的资料 在瑞穗林道这个区域 97年度他们造林的面积超过100公顷 可是我们看到林木局宣称的造林 就像这个告示白写的 名义上是造林 可是它的工作内容是书法 那书法就是砍树 把砍下来树集中在一起 然后就孕下山 然后再来除草 林物局表示林木经营区的书法 是为了让树长得更好 也就是让这片森林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其实书法一开始我就讲到 树种大了 除了它的保安效用以外 那另外很重要一个就是经济的利用 那我们的书法呢 目前我们都是不采用 为什么叫书法 就是要需要把它书法的 那个林地里面比较不好的 切顶的腐朽的 或者是被压的那些木材呢 把它空间拿掉 然后让那些有期望生长的树呢 能够在里面生长 树在人眼中有好坏之分 于是有该除或该留的除分 林木经营生产区的树木 是否提心吊胆 若是没有达到标准 就是死路一条 而一条奖励造林政策 从墓地市保安 到执行上变成经济引领的施交 也让我们思考 台湾造林到底为了什么 到底我们台湾的造林的目的 总目的是什么 目前一个非常混淆的现象 已经十几一二十年了 就是说 你是要林木生产 经济林的观点的造林 还是生态保益 国土保安的造林 这两个东西一直是从来没有厘清过 长期投注森林保育的生态学者 陈玉峰指出 当造林的目的还搞不清楚时 台湾却已经造了一大堆林 光是在省议会的年代 就有省议员提出执行 报告局长 请问我们那些种在太平洋的树 什么时候可以生产 什么意思 台湾造林面积已经是台湾面积的好几倍 那既然这样不是种在太平洋 是种在哪里 这是个笑话 民间只要谈到灾难就是所谓的造林 那你们怎么不会去想一想 你这样子的做法是对不对 造林 台湾历来造了多少林 怎么样的种 民间的几千万棵树 就台湾水源 所有灾变的这些应变的东西 有没有人去追踪 造林猴了多少啊 如果造林政策能纳入国土规划 以国土保安优先 再来规划经济营林 目标明确 森林才是百年大忌 土地的状况和通盘的土地规划 的确是造林从墓地到执行 都必须考量的要件 联合国的造林规范是台湾可以学习的对象 联合国规范的造林 它是要求说你造林的这块土地 在造林之前50年不可以有树 而且它的周遭也不可以有其他的树木提供种源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以人的力量去介入 这才叫造林 环保团体认为 如果真的要增加森林面积 政府应该花钱鼓励人民保留原有森林 让我们不用在砍树卖树的循环里 得到一点点卖树的钱 却赔上国土的安危 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政府单位 能够引进一种新的做法 我们花钱去保护原来有的树不要被砍 把原来有的树去花钱保护下来 那树越大我们给的奖益金越多 那鼓励全民去保护现有的树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把大树砍掉 然后再去重新种小苗 这是一个很 对土地伤害很大的一种错误的做法 屏东县政府从民国96年开始执行限制林木发财补偿计划 不用耗工费时的整地新种小苗 只要保留一片森林 政府同样给予补贴 是保护森林的创新尝试 我们台湾的地址非常脆弱 即使是没有砍树 它也会有自然崩塌 可是一砍 那绝对就崩塌 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编一点议算 能够给这些已经造林的 它维护山林 让它好像是 它维护山林要给它一点回馈 你不要砍 我补贴你比砍华更大的利基 你砍华大概一家只卖了两万块 我这个一补贴可能给你三万四万 限制林木发财计划正视了森林的价值 至今已保留300公顷的林木 目前林物局也采取限制林木发财的精神 正在研理类似可以通用全国的计划 如果说有这个区块能够沉寝沉岸的话 来补助我们的奖励扶导量的话 那我想这两个是一个并行的 需要造林的地方来造林 那如果说不需要造林 而且认为都需要它保留下来的 尤其是那些环境敏感地区 能够透过这种的补偿的措施的话 我想对这个我们的造林跟环境的保护 我写是一定可以齐头并进的 这也提醒我们要增加森林 不一定只有造林意图 减少森林砍伐才是更该努力的方向 森林不只是树的组成 更连结了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类的希望 造林该怎么造必须谨慎 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只是在种小树鸟 却等不到一片悠久而丰富的森林 因为在的城市里有种意在 是一个新设置的 在我们的产坚里 不会有进行地区 只是一种药不容易 是一种药不容易 到我们的持续 都没用